普通的愛文芒只得一分 即是說你在外面買什麼三九九 五公斤、二十元、三十元 你在吃一分的愛文芒 然後到處跟人說愛文芒麻麻 你是你的無知 我們做了三年的愛文芒 老闆娘也曾經親身飛去台灣 逐個山頭、逐棵樹 去挑選一些愛文芒的芒果 也都很清楚跟果農去談過 就是要求什麼的水準 我都講過很多次 很多現在的進口商 其實就是隨便撿一些台南 又或者一些沒那麼好的地區 愛文芒賣來香港 而貨就有很多 真真正正好的 大家要懂得選 不要給價錢 就是矇閉了眼睛 以為便宜的東西就一定是好 便宜的東西就一定是不會好的 明白嗎 要吃好的東西一定會貴一些 所以不要說節省一個幾毫 那你就選錯了 我想最重要的阿Joanne 就是她非常之是 是一個很有誠信的人 她是寧願吃虧的 她都不寧願她的客人 吃了一些垃圾的東西 甚至很多時候 有些貨都未到期 就有少少到期 她都不要丟了它 就是都被我喝止它 但是她做生意的手法 那我絕對不會懷疑 阿Joanne入貨的質地 也都不會懷疑她的品質 那我亦都很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愛文芒 晉升入口的愛文芒 不要亂那麼選錯 那我也是想 這裏借一點點的蝙蝠 都去講一下 君之好才取之有道 那永遠做生意 大家各做各的 憑好的本領 好的服務 好的貨品 好的價錢 去吸引這些客戶 千萬不要你踩我 我踩你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錯的 中國人的做法 如果是要踩人 劈架 中傷人 說別人不好 自己好 那我覺得這個 也是非常之中國人 的陷家產的所謂 這種中國人的基因 在香港裡面 你和我在我身上都會有 盡量撕掉這些基因 不要被這些基因 害死我們 千萬不要做一個中國人 做一個中國人 代表你是劣等的民族 不是劣等的人類 做生意就好像日本人那樣 憑質量取勝 利用自己的才能 努力看水 將你的服務做好它 精益求精 讓人提升你的客戶 和你的受眾 那個鑑賞的能力 因為他們不懂得選 你給他們吃屎 其實大家都是相輸 因為到最後 你無法再買更加好的東西 令到他們會選擇你的貨品 對吧?